蕭委會星期一發布最新一期選擇月刊 採用內地衛生紙標準來測試市面上25款赤紙 令人好奇是否受到農夫山泉事件的影響 蕭委會總幹事黃鳳涵星期二在電台節目澄清並不是這樣 完全沒有 因為我們每做一個測試項目的時候 真的會看產品本身的本質和相關標準 然後去選擇一些最具代表性的 等如我們這次有另一個測試就是七樓煙機 我們都是用了IEC國際標準去做測試 其實大家關注的當然就是吸濕、抗拉的強度 因為如果你很容易一拉就碎的話 那你一定是很難用的嘛 那個赤紙 然後濕了之後又怎樣呢? 還有內爆容易堵穿 加上就是它會不會容易沖散 會不會有粉塵 所以當我們去檢視這些項目去比較 挨掃那個測試方法 和這個內地最新2018這個測試方法 其實如果說那個全面性 還有也有一個指標去提供的話 是內地這個測試的方法的 黃鳳嫻就說消委會做一項產品測試 由選題去到月刊出版 一般需時九個月至一年 所以在農夫山泉事件之前 已經在做廁紙測試 有關西區 我們在做廁紙測試 就跟我們在打手 我們來看 有關西區 感谢观看